HELLO 各位素A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延續我們上一個影片所談的 請同學一樣翻開課本到165頁 我們這裡在談什麼東西呢? 在談所謂的高思消去法 那高思消去法在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高思消去法它在告訴你們說 一個線性的聯繹方程組 它一定可以寫出它對應的增廣矩陣 我們針對它的增廣矩陣 我們有底下三個動作 這三個動作我們稱為叫做基本列運算 因為這三個動作都是針對它的每一列去做的運算 這三個動作其實你小時候就學過 它其實就是在做加減消去法 這哪三個動作呢?交換備乘跟備乘加 我們先來看左邊這個地方 來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聯繹方程組 這是一個線性的聯繹方程組 3s加2y等於5 s減3y等於-2 我如果把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怎樣 對調 這個動作叫什麼? 這個動作叫交換 來你把它寫上去 這就是在做交換的動作 對不對? 那老師問你啊 你把這兩個交換 它的x跟y的答案會不會改變? 不會啊 你只是改變 你只是交換它們的位置嘛 所以你對應到它的增廣矩陣 你有沒有看到 我是把第一列跟第二列怎麼樣? 交換 交換它的位置 有沒有? 這就是做交換 所以交換是一種基本列預算 對吧? 當然你覺得說 這好無聊 對不對? 把兩個方程式的位置把它change一下 對不對?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就是一種基本列預算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什麼叫倍乘呢? 倍乘就是把你的某一列 乘上一個不為0的常數 來譬如說 3s加y等於5 如果你把它乘4倍 它會變多少? 12x 加8y 擋個多少? 20 對不對? 我們在做加緊消訓法 不是經常要把某個四值乘上某個倍數嗎? 對不對? 這個動作叫做倍乘 所以你看 你對應到它的正弓矩陣 我們現在把第一列乘4倍 OK 這個動作很簡單 這個叫倍乘 這懂嗎? 這個動作叫倍乘 什麼叫倍乘加呢? 把某一列乘上一個過為0的數字之後 再加到另外一列 這就是我們加減消去法最常做的事情 你要把某個人消去 對不對? 我這邊隨便舉例 如果你把第一個四值乘4倍加到第二個四值 你看 3x乘4是12x 這加x 是13x 2y乘4是8y 8y加負3y 是比較5y 5乘4是20 20加過來 20加負2 所以是18 那你對應到它的正弓矩陣 其實正弓矩陣只是沒有把這個等號寫出來 沒有把這個位置數寫出來 其實我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對不對? 把第一列乘負4加到第二列 3乘4 第一列乘4 不要我看一下 對 乘以4加到第二列 3是12 12加1是多少 是13 2是8 8-3 是不是5 然後5是20 20-2 是不是18 其實這兩個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只是下面這個地方 你沒有把sy還有等號寫出來而已 這個叫三個基本列運算 透過基本列運算 我們再跟同學強調一次 我們可以把這個矩陣 這個真弓矩陣寫成什麼形態? 上三角的形態 寫成上三角的形態之後 你再把它還原成原來的線性方程組 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很快的 就可以去找出 就是它的位置數的解 比如說老師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 你看到這邊 你看本來是它嘛 對不對 這時候它真亡矩陣 你把它交換 好 那交換之後 下一個動作 我們做什麼呢? 請看這邊喔 我現在把 因為我們希望左下角這個地方 這個傢伙是誰? 我希望它變成0 對不對? 變成0 請問你 你要怎麼讓左下角這個數字變成0 你不要跟我說老師 我把這一列乘以0 你把這一列乘以0 是不對的 它整列就消失了 對不對? 要怎麼讓它變成0? 很簡單 你只要把第一列怎麼樣? 乘上多少加到第二列就可以 你思考一下 把第一列乘多少加到第二列 這個數字會變成0 是乘以3嗎? 如果乘以3 你看喔 1乘以3是3 3加3是6 不會變成0 所以你不是乘以3 應該是乘以多少? 應該是乘以-3 對不對? 我們再做背乘加這個動作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上面這個照槽 1-3 2 對不起 負2 我們來一寫正攻矩陣 1乘-3加過來 來 負3加3 這個是0 在算的時候要小心 負3乘負3 是9 對 9加2 11 負2乘負3 是6 6加5 11 OK 看到沒有 這個叫什麼形式 這個叫上三角形式 有看到嗎? 這叫上三角形式 這個地方是0 那你考試寫到這邊 接下來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把這個增光矩陣把它還原 寫回去你原來的那個方程組 這個叫s-3y 等於負2 等於負2 s-3y 等於負2 這個是誰? 0倍的x加11倍的y 會等於11 你有沒有看到 11y等於11 馬上可以把誰結出來 當然是y啊 所以你的y是誰 y是1 對不對 y是1 你再把它向前代回 或者你要講向前代回 沒關係 那個前後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代回去前面的式子 y等於1 代回去 所以x-3等於負2 所以x會等於3-2 所以x也是1 對嗎? 對沒有錯 對啊 帶進去 OK 所以這樣就可以把s-3y解出來 我們後面的影片會跟同學做很多的練習 做很多的練習 不過這邊 我最後結束這個影片之前 有一件事情要來跟同學 稍微談一下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你把這段文字寫在 課本空白的地方 就這一段 這一段 我覺得這一段有點小重要 所以給你一點時間 你把它抄上去 你可以按個暫停 然後先把它寫上去 我來解釋一下 高斯消去法 這三個基本列預算 都是可逆的 所以什麼叫可逆 可逆就是它可以逆向操作 它可以透過相反的操作 把它還原成原本的型態 那如果是可逆的 那就代表說 你消去未知數前後的兩個線性方程組 它們會叫做同解 什麼叫同解呢 同時無解 或者同時有解 在同時有解的情況下 它們的解會長得一模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 你不會說它本來是無解 然後經過你的基本列預算 變成有解 不存在這種無中生有 好像說無解並有解 不可能 也不會說本來是 有唯一解 然後經過你的基本列預算 變成無限多足解 這也是不可能的 簡單來說 這段文字在跟你說什麼 你透過基本列預算 交換貝神貝神加 你把這三個東西去做 combo連續劑 咚咚咚咚咚咚 對不對 不管你做了幾次 事實上你可以透過逆向操作 把它還原回去 那在數學上 把這個東西稱為叫可逆 那如果是可逆的 就代表它們會有相同的解 你說老師可逆 為什麼會有相同的解呢 其實你直觀上上看 這兩個式子 你把它交換 你再交換一次 不就回去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是不是有相同的解 你會覺得 對沒有錯 對吧 你想想看 如果是背成的話 比如說 你想想看 我把這個式子乘四背 對不對 做什麼動作 可以讓它還原回去 很簡單 乘四是變成下一個式子 那你把下一個式子 再怎麼樣 再乘上四分之一 逆向操作 不就又回去了嗎 對不對 它是可逆的 這個同學要體會一下 我們沒有要講的很 數學 但是你就稍微體會一下 就是說 它可以透過反向的操作 讓它變成原本的形態 如果說你變成一個東西 然後回不去了 對不對 你回不去了 那就代表說 那可能這兩個東西 在數學上不是等價的 對不對 你的結構可能已經產生變化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你說老師 那背成加呢 你想想看 你把這個交換成四背 加到這裡 剛才我是講背成的情況 如果你把這個交換成四背 把這一列成四背 加到這裡 第二列的結構是不是改變 那請問你要怎麼樣 它要回去 原本的樣子 其實很簡單 你把這個交換怎麼樣 你把它成多少 你剛才成四交過來 對不對 那你現在成多少 加過去就好 你現在怎麼樣 我想想看喔 成四交過來 那你現在就成多少 成負四交過來就好 對不對 對嘛 你成四背加過來 那你現在成負四背再加過來 是不是又還原了 了解嗎 所以我想 高師消去卡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 會實際透過很多另一隻 讓同學一直去熟悉這個操作 不過它的基本原則很簡單 再講最後一次 每一個星星方程組 都可以寫出對應的增光矩陣 把對應的增光矩陣 透過這三個基本列預算 交換倍成倍成加 讓它變成上三角的形態 上三角形態再還原成方程組 很快就可以解出每一個位置數 應該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我想這個影片跟同你談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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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